今天来到了我们阳江当地的一个农户家里 他们家种植了200多亩的这个砂糖菊 今天我打算收购一点回去 哎呀 嗯 好香啊 尝一个先 闻到了这个砂糖菊的味道就闻到了春节的味道了 记得春节的时候经常会吃到这种砂糖菊 因为它的月份呢一般都是在11月到12月左右才可以采摘的 嗯 好甜 汁水好多 而且河少 口感特别甜 这个砂糖菊啊 采天地灵气 西域月精华 你看这个皮好薄啊 皮薄 汁水多 然后河少 我刚才一路过来吃了好几个呢 转了一圈终于看到叔叔在这里采摘果了 叔 嗨 你好 你好 摘摘果啊 是啊 摘摘果咯 来 我也摘摘果 今天我打算收购两千斤回去 所以你怎么收两千斤 摘得到吗 摘得到吗 摘得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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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多少呢 趁司后要摘得到啊 好 你要蒸便的嘛 蒸便的嘛 蒸便的 好 你要蒸便的 也要摘得到啊 好 摘得到多少呢 这种要两百多嘛 两百多嘛 沙通咯 是不是沙通咯 干嘛要给它本种咯 本来旺带干啊 还有肉干呢 都有啊 黄帝干 墨干都有 对 那你种了好多吧 种了好多 这样的年轻做好多也没用啊 卖不出去啊 可以的 靠你们来这里帮忙啊 这样啊 好 尽自己的能力 对 一天搞个三五万间 这个长度 哦 好 我加八斤哦 加八斤 嗯 点漂亮的餐形 哎哟 飞了 哎哟 飞了 来 过一下窗 数个是一百一十更厉害的 是一百一十 是 好 推上车先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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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里已经装了一千多斤了 还差几百斤 再继续去采摘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是小姨妹的机关桌 拜拜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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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